大家好,我是Greta 今天跟大家去拆解一下 如何做Funky Arms的投稻蠟 Funky Arms是一个很奇怪的形状 亦令人很迷惑 因为两边的手是在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你要在不对等的情况下找一些平衡 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 我知道我有一个短片逐步去拆解 如何做Funky Arms 所以我就已经把连结放在下面 我就不会在这段短片讲太多 也会讲一点 让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而这个赌纳,如果你想尝试 你应该对资产投赌立和山英投赌立 已经是稳定的 稳定的意思就是,例如你靠长做 你都不是整个人打到墙上 才离开墙墙 墙墙好像一个安全网 只要你真的跌,它会碰到你 但起码你都可以在自己 很独立地平衡一段小时候 你才试Funky Arms 你会容易掌握 而不会觉得太过瘋 好了,那Funky Arms 一边就是前臂,一边就是手掌 这个就是set up 前臂那边,我就喜欢手腕、手肘和肩膀 是成一个平衡线的 我知道有些人是会把前臂带进来 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 确保的是,因为这个会更容易发力 这个我不明白 但留意,当你真的发力的时候 你要感觉到在側肋骨这个位置发力 而不是我们这个肩颈位 我们不是想做一个斜方肌 我们是想用前脚肌 serratus interior 这些位置去做 当然我们有LATS 背阔肌 另一边就是手腕 所以我前臂那边的手肘 Base那边画一条横线 那我手腕那边,中指触着那条横线 就可以了 留意因为这边是手腕 手肘会很容易飞开 都是啦 当你两只手是不对等的时候 对等的位置是什么呢? 发力点 都是在这个側肋骨 即是我们的前脚肌和背阔肌想发力 而不是全部的力去到我们这个斜方肌 而头部 头部就是放在你最扁的位置 有可能近一点 发线,有可能后一点 这些你需要靠feel 就会放在前臂中间的位置 就是这样子 好,我们就来练一下funky arms的头 如何练 前臂,手腕 当你落了地下之后 手腕那边,手肘记住夹回来 抬头顶落地下 升起膝头隔 升起膝头隔 找回肩膊 拉回向天花板 我要看到你的颈子走到尽 走到尽 走到尽的时候留意 側肋骨是否仍然釋法 你夹上手肘 当你觉得ready了 升起一只脚 那只脚拉到高一高 肩膊仍然拉向天花板 去到某个位置 你两只脚就会升起 某个位置其实是个 你上面的脚拉到脚够到 在肩膊上就会升起 如何上就如何 有些人就喜欢做了个tuck 然后才慢慢拉上去 有可能一只脚上 有可能一只脚一起上 如何都好 背部继续抹开 手肘感觉夹起来 尤其是你眼角位 你应该会见到 你手腕位那边的手肘是否飞出街 就是这样,记住夹 手腕位那边的手肘 是否一定成90度角 未必的 因为到你倒立了的时候 你个人会退前一点 所以有可能 你手腕位的手肘 有可能会多过90度 主要你怎样放也好 你要觉得手腕位那边 整个手腕 可以很实在地压着地下 而真正正正的 因为肩膊一定要拉向天 不要拉近耳朵 尤其是这一款的头肘 相对比支撑和三边头肘 是用多些力的 所以当你要尝试升起的时候 你真正正正要继续提醒自己 就是折腊骨 折腊骨 折腊骨 不要被这边拉近 因为这边拉近 你缩住 握住 你会觉得很辛苦 你未必升得起 就算你升得起 你会觉得 哇! 为什么那些力 好像瘋子那么多 又或者上去 你会控制不到 整个人 打到墙上 也不一定的 就是这样 这个形状 其实解释 不是真的太多 因为要靠field 要靠自己练 究竟肩膊拉得多远 原来手探要夹得多远 那些细节位 每个人都很不一样 所以要靠个练习者 去和自己身体好好沟通 你才可以达到一个共识 才可以做得到这个 这么特别的独立 就是这样 希望我这个影片可以帮到你 麻烦按个like 分享出去 和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和我练习 想知多些详情 DM我 IG和Facebook 都可以 下次见 拜拜!